第一军情消息 据海外网引福克斯新闻网报道 美国国防部官员称 一架俄罗斯战斗机在波罗的海 对一架美国间谍机进行拦截 美官员称 这架苏-27战机接近并保持 据美侦察机约6米的距离 整个过程持续9分钟 这是究竟为什么会发生 一句话 美军方面毫无底线地抵近侦察 俄罗斯干出这事 对于美国而言不是个例 2016年4月12号 俄罗斯一架苏-24战机 从美军库克号战机旁飞滤而过 两者相距近9米 2016年4月21号 美军P8型反潜巡逻机 在俄罗斯勘察加半岛附近 受到一架俄军米格31战机拦截 最近距离不足15米 而这样的事情也是不胜为局 尤其是在今年1月29号 俄罗斯战机在黑海上空 成功拦截了一架 试图接近俄边境的美国电子侦察机 两架飞机相距不足1.5米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美俄两国战机不仅频繁亲密接触 而且距离越来越近 最近时只有1.5米 而这次虽然只有6米 但时间持续较久 竟长达9分钟 显然这非常不安全 同时也客观反映了美俄关系的紧张 照这样下去 估计撞上不过是时间问题 客观而言 在美俄关系得到明显改善之前 双方战机互动还会比较频繁 尽管美俄关系很差 但并非交战方 那么也就轻易不会发生战机 被对方击落的事情 这种可能的概率几乎为零 但美国方面咄咄逼人 俄罗斯退无可退 那么就可能会发生 我战机奉命撞上你战机的悲剧 而如果要想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 根源还在美国 需要有所收敛 不能频频以各种名义 对俄罗斯进行抵禁侦察 在和平时期 搞一些准战争动作 这是对俄罗斯的极大不尊重 一旦彻底惹火了战斗民族 后果只会更加严重 当霸权主义的美国 遇上绝不认怂的俄罗斯 战机也就非常配合地开始 交流切磋了 但无论如何 这都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或许 美俄是该好好沟通一下 就此类事件建立一个 共同行为准则了 否则悲剧恐将无法避免 而这对美俄双方而言 都不是什么好事 以上是第一军情为您报道的 感谢收看